汐止水源路上去一直接到秦靖路是好长的一段山坡道路 其中好几段是严重坑洞不平 甚至在法夹湾的下坡路段许多骑士甩成受伤 只是去年因为没有经费一直无法改善 终于在今年是列入了第一坡的跑出重铺 10号上午预言周二零服务处也前往现场关心 而这两天秦靖路进行区断的跑出重铺 要让道路恢复平坦好走 这是在去年会看的情形也是差不多 这个时候4月份只见路况真的很糟 而最危险的就是这一段 整个弯道坑洞一堆凹凸不平几乎体无完肤 仔细看还满地小碎石 其中水源路二段一直往上可以接秦靖路 因为是一个大弯道又下坡 许多机车骑士就在这里摔车受伤 现在又过了一年 终于在这几天进场改善 一大早大型机具人员进驻 昨天刨除路面 今天开始重铺 这边去年就因为损坏非常严重 那由李明跟周杨林议员反应 周杨林议员去年来会看 因为经费不足 今年赶快来整修 最高的是整个路况有倾斜 还有凹凸不平 摩托车都非常的危险 在去年就极力的争取这个经费 这个经费由公所来施作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刚好在施作 施作完了以后 这段路就会平坦 以后不管机车汽车 不管人行都非常的安全 长长的山路维护并不容易 时间一久 许多路面出现破损现象 路况很糟 对通行有安全上的疑虑 只是去年碍与经费问题 等到今年列路第一波改善计划 10号上午 医院抓临服务处也前往 关心时工状况还有进度 整段勤进路大约有七八个路段 路况不好 这次先改善三处 列长也希望后续能再列路重突 整条勤进路路况损坏非常严重 但是因为境位有限 我们只能采取部分损坏比较严重的 先暂时整修 那目前大概只能整修三段 那以后的如果争取境位够的话 我们希望周医院再协助再来整修 大概有六个地方 道路都非常不好 那我们现在所争取的 现在先有三个地方 包括我们站的这个地方 有三个地方先施做 等到明年的时候有监会 比较充裕的时候 我们整条路都把它施做完毕 白云里包括西定路四三六项 以及秦境路三个区段 这两天就会跑出重复完成 要让汽机车通行更安全 加强慧林细致采访报道